惠普分拆之后的两家新公司惠普公司和惠普企业周二分布时发布了上季的财报 这也是惠普在本月初完成分拆之后的两家公司首次发布季报 其中由惠普公司同时这个由惠普公司分拆出来的这个PC和打印机业务呢 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季报 其中呢是上季度营收是257亿美元 同比是下滑了9% 那由于技术框架业务还有软件以及服务业务组成的惠普企业 上季度呢净利润为141亿美元 同比下滑